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HK026.com 我是Apple Hello 大家好 今集說什麼 今集說 昨天看電視劇 很有趣 經常說被車撞死了 之後靈魂出來了 看回它現在發生的事 你說得差不多好像是金錢脫學 是的 這陣子經常都是韓國 都很喜歡說這些 我比較少看 你知道我 晚上批命 我有一個經歷 其實這個經歷是發生幾個月前的 有幾段時間 可能昨天有很多感冒 我病了 我病了之後睡在床上 我就在那裡睡覺 發夢 很奇怪 看到我從家就飄了出去外面 就是穿過窗口 在睡覺 我看到我自己就飛了出去外面 我知道我自己在發夢 飄了出去外面 這棟大廈 我在屋裡 它就飄了出去外面窗 廚房在這裏 我就飛飛飛飛到窗外 從窗外 就看回廚房裏面 我看到我男朋友在煮東西 我在煮東西 我在煮東西 我在想 八卦 我去煮什麼 我伸了頭 他在煮足 這樣 就煮足血 突然他拿一些胡椒粉 鹽 我大聲說 喂喂喂 我說我不吃鹽的 你不要放 不要放 你放了我不吃 浪費了 我就這樣說 他沒有反應 我在窗外 我去拍 拍拍拍 他好像看不到我 我覺得很奇怪 拍拍拍 過了沒多久 我又突然間 我聽了 裝裝裝裝 真是 裝裝裝 我突然張開眼睛 裝裝裝 什麼事 我發夢了 他推開門 因為我那天發燒 我不舒服 我睡了 他跟我說 睡了很久了 起床吃東西了 我說 我問他 你是不是煮了粥 是 他問我 是煮了粥 我說 是否下了鹽 我問他 你是不是下了鹽 他說 是下了一點 你怎麼知道 我看到你 然後他呢 什麼反應 他說 你快點起床 你還在做夢 但我很相信 有時候 這些就不知道 是否所謂的靈魂出曉 我沒試過 看電視才會有這樣的經歷 我擔心不到你 好 大家有興趣 就是去這個網址 HK026.com 下次見 拜拜